网传今天上午,江苏苏州袁建宏带煤气罐,炸了张家岗市政府大楼,要求严惩贪官,归还工厂和私宅。 前谷歌工程师被控窃取谷歌商业机密,林外定2019年加入谷歌,有权访问谷歌超级计算机资料中心的机密资讯。 2022年开始,将数百份档案上传到个人云端储存账户。 不久,他获得了一家中国初创公司的技术总监职位,他还自己创办了一家公司,从事大模型训练。 FBI今年一月,查获他从谷歌窃取的五百多份机密档案。 雪糕刺客中区高跌落神坛,售价从六十元降到二点五元,被执行八十一万元,员工从两千多人减少到一百多人。 一场长达七年的诈骗,该儿子以亲情为名骗取六学老胎六十余万。 每天一年,接下来,请教育老胎六十一万。 请教育老胎六十一万。 没有接到这个举报,这个是最容训的。 看,做他情况,看要怎么情况,有得进行状况。 楼上有人他是闲下面有点吵 他就扔东西吧 好像是的吧 是有人有人经常这样做 估计是个是个老头 就一直找不到人 单价一千六是这样的 它是有两号打通的一个货席 然后那个总价下来的话 当时是六十万出头 合同的话咱们要分成两个合同打 因为它是有两个方向这 所以的话可能就给大家一个误导 管理费了 第二个就是公共收益 停车费了 第二一些公共设施的出租 快递怪广告费 今天的热点就是这些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我们明天见